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金光佛的时候 金光佛 黄金的金 光明的光 在金光佛的时候 有一个国王叫大威德王 大家听过没有 没有啊 有 有的讲没有 当然是有的有听过 有的是没有听过 有一个大威德王 这位大威德王 这个记载是在本生活 释迦牟尼佛的本身经 本身的经典里面记载的 那时候佛陀 释迦牟尼佛 在沙婆世界行菩萨行 他有一次呢 他是大威德王 大威德王 他走到这个房宫的 一个花园里面 一个荷塘的旁边 突然之间 有两斗莲花开放 有莲花上呢 出生了两个童子 一个就是宝义童子 一个叫做宝尚童子 就是这两位童子 这时候大威德王 在思考 人生的种种的问题 那么宝尚童子 跟宝义童子 就跟他讲 跟大威德王讲 那么我跟大威德王讲说 我带你去看这个金光佛 他可以帮助你 解决人生的种种的问题 这个时候大威德王 就听了宝尚童子 跟宝义童子 莲花化生的宝尚童子 跟宝义童子 那就去见了这个金光佛 那么金光佛呢 就教导这个大威德王 这个生从何处来 死向何处去 那么在人间做什么 他能够把烦恼 整个给他解除的一个方法 这个金光佛就教导大威德王 这个解除烦恼的方法 叫他如何修行 那么他就受益非常的多 那么所谓我刚刚讲的 念了三个莲花童子 其实这三个都是莲花化生的 宝尚童子 宝义童子 跟莲花童子 其实都是莲花化生的童子 同样都是莲花童子 在那个时代呢 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 但是宝尚童子 宝义童子 宝义童子 宝尚童子 都已经在了 这是非常 敦煌石窟里面 敦煌石窟里面 也有记载 这个大威德王时代 跟莲花童子 见面的这个故事在里面 莲花童子 在释迦牟尼佛 还没有成佛之前 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当中 大威德王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那时候就已经有莲花童子 从莲花出现 然后带引着大威德王去见金光佛 那都很早了吧 很早 所以莲花童子 是比释迦牟尼佛 成佛 还要早的莲花童子 这个都可以很简单 可以解释出来的 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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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